在上个月的24号 这个五天到台湾访问的期间 特定媒体 根据他们的这个报道 就是中国时报 是国内唯一连续五天大幅度报导的媒体 而且还出示了一份 2012年福建省长访台宣传计划 那么 这个细节我就不提了 但是呢 我看到报道上面 各个传播学者都觉得匪夷所思 都认为说 中国时报这样对于一个福建省的省长到台湾访问 每天至少两则三则的报道 其实是与公益无关 那么就你们的认知 这个是不是广告 跟委员来做说明 针对这件案子 在四月五号我们也邀请了相关部会来进行讨论研议 那会议的结论是 这个案子您所捧循的这个苏树林的这个案子 所举的事证相对的这个明确 那涉及到这个招商之物性行销广告的部分 我们就请主管 全则主管机关经济部来进行审认跟查证 那这个程序正在进行当中 经济部也已经发函给 这个发函出去 那来在进一步的这个查证当中 所以就你们的认定 中国时报对于苏树林到台湾访问的这五天 每一天做这样大篇幅的报道 你们认为事正明确 所以它涉及新闻广告化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全部都是这样 这个要由经济部再去查证 但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市政 是比较清楚的 但是是不是全部都是这样 这个还需要进一步查证 好 我们希望这个陆委会啊 能够这个要求请经济部啊 要赶快要有动作 因为我们看到了 过去从内政部提出来的资料 这个特定媒体啊 其实是一犯再犯了 譬如说 2004明月93年4月13号 工商财经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好 就是该公司发行的工商时报啊 那么受托刊登在大陆的不动产广告 已经受罚了 从93年第一次受罚 然后到了98年 中国时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又受罚 然后呢 98年5月4号工商财经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又因为开开开灯 这个房地产广告又受罚 99年11月26号又两次受罚 所以其实对这个媒体来讲 他不会不知道说他不可以刊登这个广告 他为什么还是要刊登 因为我们即便把他罚到上限 对他来说他还是不怕 那有什么办法 可以 因为你这个一次罚从30万到50万了 你现在从我们规定从10万到50万上限就是50万 我们就罚到上限了 罚到上限还是没有办法 他还是一犯再犯 那怎么办呢 依照过去主管机关的这个处理办法 他们的审认是以 一般是以一则一罚的这个方式在处理 过去相关的主管机关 曾经有这样的处理 对于这个媒体 他明明知道不能刊登广告 他还是刊登 因为你们最严厉的处罚 对他来说可能是不痛不痒 反正我刊登了一则 你顶多就罚我50万 可是现在隔壁啊 隔壁交通委员会啊 在谈这个媒体 这个他要 他要诟病这个 这个这个有线电视的系统 系统台啊 这你们拿出行政作为 他们才会怕 如果 这个媒体 这个集团 他明知违法 还是一犯再犯 结果他还能够顺利的扩张版图 那你政府的规定 你政府的作为 无怪乎人家根本就不怕嘛 他这个庞大的利益 他拿得到 他哪里会怕你罚到50万啊 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个是政府就是必须要依法行事 那这一个相关的规定都是在民国 不是在民国 九十二年 两千零三年的时候修法通过的 哎 就是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三十四条 所以必须要 必须要守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依据这个法令 要求 各个媒体 包括民间企业 都必须要遵守规定 否则就必须要被处罚 所以政府除了处罚之外 一定还有其他的行政作为 或者是作为是不是 把媒体的申请的案子 通过的依据嘛 就你这个媒体 如果都守法 你这个媒体 如果都遵守我们的规范的话 对于在审核你提出的申请案 当然一定会比较顺利 如果你这个媒体 对于政府的法律 一犯再犯 明知故犯 结果呢 我右手罚你 我左手还把你申请的案子 这个这么大的礼物要送给你 政府怎么执法 政府要做什么政府啊 委员提到的这些这个案子 如果NCC 因为这个是NCC在处理 政府是一体的 没有错 所以不是这个是右手的事情 这个是左手的事情 你们中海人的大脑吧 对我了解 所以NCC如果有需要 陆委会也会 不是NCC如果有需要 陆委会要把这件事情 要主动告知NCC 你不是等到NCC NCC有需要 陆委会如果看中这件事情 内政部如果看中这件事情的话 觉得这个媒体不可取 你罚一次就算了 一罚再罚 这位媒体里面 这个连续被罚的只有这家 只有中国时报系统啊 其他没有第二个媒体是这样子啊 大家罚一次就知道要怕了 联合报法一事就没有了 这个这个这个苹果日报 罚一次就没有了 为什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媒体这个集团 一次在一从民国九十三年到现在 罚到去年了还在罚 那他现在可以申请说 我现在要诟病 有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现在NCC的主委在隔壁 在我们交通委员会 这下一个比较 就是我们受到这家 听到我们的隔壁 有点讯息 但是我是这种 这些委员拍了 我们现在看到了 那个了 我们现在在庚 这边还看不一定的 我们现在跟别人 人可以 你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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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